那我想問憲庭哥就是說 剛初為什麼會創立這個 就是開這個江湖牙這個店 其實我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在從事餐飲業 然後因緣機會下 剛好會臨然後就出來創業 因為本身家裡也是從事江湖牙 但是那時候出來做的時候 就遇到說市場的環境跟消費習慣改變 然後我自行在開發羊肉爐 然後就剛好把江湖牙跟羊肉爐 兩個下去結合 然後取一個名字叫做禽獸鍋 很多客人也會問說 何謂禽獸鍋 兩足鵝魚為之禽 四足有毛為之瘦 東令進補拼二鍋 這就是禽獸鍋的油 剛好把這兩種冬天最適合的口味 把它融合在一起這樣子 那就是我想請問就是你們的羊肉爐 就是自己研發的 那你們跟外面可能用的材料 還是裡面的一些湯頭有什麼不同 兩種湯頭是完全不一樣的 薑母牙吃起來當然就比較傳統 就是有薑的辛辣味 再加上四十幾種的中藥下去提念這樣子 我們採用的鴨是屬紅麵斑鴨 很傳統的就是紅麵斑鴨 然後羊肉爐跟薑母牙的口味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羊肉爐是帶有紅紅糖的重要香氣 然後吃起來就是讓你覺得說 身體裡面就會覺得很溫暖 一種是從外而內的熱起來 然後羊肉爐是從內而外 兩種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羊肉爐先吃還是薑母牙先吃 我建議當然是從羊肉爐先吃 因為羊肉爐是比較有融融的 中藥香味 然後吃了之後 我們先從體內散發出融融的 那個中藥香之後 再吃薑母牙 因為薑母牙有辛辣感 它比較會壓過去羊肉爐的中藥味 所以先吃羊肉爐再吃薑母牙 老闆的推薦 對 那我還想 我就是問說 那如果你們的藥材或什麼使用上面 是有特別選過嗎 還是 有選過 有選過 藥材兩種 兩種羊肉爐跟薑母牙 兩種一樣都是四十幾種的中藥 只是配翻不一樣而已 都是特別去選過的 例如說 比較一些正規的藥材 我會盡量 是一條種的方式去處理 跟用細做的方式 尤其是薑母牙的紅麵翻牙 像最近比較小月了 四月份就開始比較沒有薑母牙 然後這段期間我都是白天的時候都是跑去養牙場 看小牙的成長狀況這樣子 所以能盡量一條龍 我都是一條龍去處理食材 從源頭就把它 對對對 把它用器做的方式 用器做的方式 讓它一條龍起來 那主要是保護自己的店 也保護消費者使用上 施安商的健康 嗯 新地緣 其實他們有什麼 是 喔 地緣 地緣是比較 就是我爸的店 在台南地方 地緣是我爸的店 然後我這是 金地緣 金地緣 然後新地緣呢 新地緣就是我徒弟 我大徒弟 喔 出師了 對對對 他在我這邊 經營的還 就是在我身邊還學滿久 我是鼓勵他 就是出去再另外 創造一番事業出來 也鞏固這個禽獸鍋 在台南地方的 這個知名度這樣子 嗯 那如果就是大家來 除了這個羊肉爐跟 那個薑母鴨 還有推薦什麼 也大家來 你可以嘗試看看 其實我這邊最大特色就是 我總共有差不多 幾乎快50種的配料 除了火鍋料以外 還有生鮮 還有生鮮 紅蟳 紅蟳也是蠻 我蠻推薦的 也是在地在台南 在地紅蟳 薑母鴨 紅蟳羊肉爐 以紅蟳為主題去入坡 但是這個紅蟳 也要等到季節對 才好 只是如果像現在 四五月份季節不對 我就沒有再進了 對 我這邊最大的特色 也是紅蟳入坡 對 剛好就是配合 陸海風打集合 對 對 好像三軍統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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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